这只长相似手掌 虚体呈对称的宇宙生物 就是第十使徒空天使 它能从身体分离出一小部分 利用自由落体的原理 对地球表面进行攻击 根据前几次的轰炸来看 使徒已经较准了误差 很快就会从太空砸向NR总部 联合国军的N2航空炸弹 丝毫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使徒释放出的强干扰 也令地球上的通信中断 就连超级电脑MARG也建议全体撤退 可此时的定源唐根冬月 正在南极回收朗基努斯之枪 NR的指挥权交到了梅里手中 可即便成功的概率只有不到万分之一 梅里毅然决然地力排重力 决定用AV做最后一波 他把自己的作战计划告诉了真似三人 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三台AV分别布置在使徒预计着陆的地点 然后启动最大功率的AT力场徒手接住使徒 使徒步步紧逼 甚至干扰了NR对其位置的追踪 梅里只能凭借女人的直觉安排三架机体的位置 这看似荒唐的作战方案却是人类唯一的希望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三小只坐上了AV 在备份完所有的数据后 梅里让基地内的其他人赶紧撤离 可大家却坚持要留下来并肩作战 不能只让孩子们去冒险 但梅里清楚 孩子们待在AV里才是最安全的 有AT力场保护着他们 随着使徒的不断接近 NR重新观测到了他的位置 梅里一声令下 三架机体从不同方位飞奔向使徒的着陆点 此时广袤的大地成了决定人类命运的生死赛道 AV庞大的身躯越过山川河流 穿过死寂的都市 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奋力狂奔 千军一发之际 初号机率先抵达 拼尽全力展开AT力场防御 零号机与二号机紧随其后赶来支援 三人合力成功阻挡了使徒的下准 林波利抓准时机 撕开了使徒的AT力场 明日将双手合力给予使徒致命一击 粒子刀静直刺入核心 结束了空天使的生命 伴随着使徒死亡的爆炸 方圆百里被炸出了个深坑